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样本转移的过程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样本转移的这个画面 这个时候就是到哪一步了 转移准备 我们现在往下这个看到的这个洞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转移机构 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这个从画面来看 我们往下伸到这个下面就是返回舱 返回舱打开了舱门伸进去 实际上我们在上面画面的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一截跟它一样的在往上再够这个上升器 它是两边的往复运动对称的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监视相机我们装的角度的问题 我们这个时候只能看到这个下半部分 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整个画面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是什么 对 上面就是我们的上升器 这个画面已经看到了样品容器中间 这个已经样品容器在往下走 这个是转移机构在运动 这个时候运动等于是它从 如果我们从上面往下再拉 因为下面这个转移机构是空的 这个是往上的动作是空的形成 上面同样的大概就是抓住了这个样品容器 它再往下再拉 就最中间的那个部分就是 这个就是 密封 封 装装 对 带那个查的就是那个我们的密封的样品容器 这个样品正在往返回舱里面进入 在这个转移机构的这个等于是导引下 这个过程整个要持续多少时间 有哪些步骤 我们整个这个转移的过程大概就十分钟左右 它通过就是我们这个转移机构 往返反复运动 根据我们这个行程 这个运动大概是在四次 我们就能把这个样品容器 直接装到我们返回器的指定位置 现在已经是 现在就看到刚才空的那个转移机构 现在这个时候就顶着这个样品容器的这个几尺了 它这个再往下推 这个时候就推了 上半部分拉 这个时候就是进行一个推的动作 对 所以它不是把那个密封封装装置 一下就直接送到位 对 因为这个如果一下直接送到位 这个行程特别长 我们这个行程有630毫米 626毫米 这个时候 这个如果一次我们就会设计一个非常长的 或者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转移机构 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重量 包括这个控制它的精度来说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往复运动 我们叫复合连杆机构 它可以放大行程 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最终 把这个样品容器从这个上升器转移到 通过这个轨道器转移到返回器里 这样一个任务 就是用次数来换取这个长度 对对对 这样的话更优化 而且重量也是更轻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现在已经是往下再往下进去 到位了以后这个转移机构它会收回 整个这个过程是要持续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您今天凌晨是在飞控中心那边 对对对 看到整个的画面 此时此刻再来看这种心情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对 放松一些了 因为这个时候看到它这个进去的话 这个时候还在往下 它到了以后它会我们会有一个传感器 它会给出一个到位的信号 传感器是在哪一部分是在上面 药品容器如果压到底部的时候 它会这个时候会触发一个 就在返回器里面 对对对 会告诉我已经到了 你现在看到的还是在进行这个往复运动这个过程 这个640秒就是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是怎么计算出来呢 比它短一点或者比它更长一点就不可以吗 这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药品容器也好 包括这个到位的 尤其是初始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火工品的一个起爆的动作 所以它的初始位置也可能受到冲击 可能会有一些政府的偏差 所以为了这样生意一个偏差能力 我们这个时间会相应的给长一点 实际上我们是完成任务 这几次往复的话会比这个小 这个现在是已经盖舱门了是吧 对 盖舱门了 对 进行一个密封 转移机构已经拉回去了 就让出这个通道 就是现在月壤已经到了返回器里面了 对 对现在正在盖盖子 这个密封也非常的重要 现在我们又看到再次